搶運超車 蛤 What 我看你的別人 看了差不多將近十年 不寫來了嗎 康熙 所以你在玉珠的 玉珠的日子 是由我來陪伴你的嗎 辛苦你了 以前曾經是有洩鬥過嗎 沒有啦 沒有喔 可是你以前也是有叛逆過對不對 非常叛逆 有比他更叛逆嗎 我真的 他吸毒是 他比較嚴重 你說吸毒跟 他剛剛補玉珠 他比較嚴重 你剛剛那個已經很嚴重了耶 他更嚴重 你是怎麼樣 沒有 我就 搶運超車 蛤 What 像脂肪子 脂肪子類的嗎 沒有啊 等一下 你是智慧型犯罪 還是說亂弄一通 沒有 那個智障型的犯罪 就立刻被抓是不是 沒有啦 不應該去做這種事情 對對啦 對啦 我只是想說你們 你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你當時是什麼心態 會去做一個這麼大型的犯罪 就 趁年輕算大時沒有缺錢啊 然後關了多久 我算 長最帥嘛 關比較久 關了11年多 11年 你關了11年啊 對 那時候是幾歲 我剛進去的時候是 23歲 哇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34歲 欸是對 他們裡面還看得到我們的節目 對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真的 我看你的節目 怎麼可能 看了差不多將近10年 中式嘛 他說是中式嘛 就一直重播啊 中式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猜嗎 不是不是 我猜也有 因為後來就是 是他那個叫做數位的嘛 對 康熙來了嗎 康熙 所以你在獄中的 獄肉的日子 是由我來陪伴你的嗎 辛苦你了 所以你是獄中女神欸 我應該去獄中跟那個獄友 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誰 趕快 所以大眾後來你出來之後 你決定重新找回人生 然後你做的事業是什麼 我後來說我是先做二手傢俱 嗯 對 那就很像在收費品一樣 對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對 就是東西收回來然後整理嘛 然後接著就很跳動 就 就開了熱炒店 所以你現在最賺錢的生意 是熱炒店嗎 沒有 熱炒店早就收掉了 因為我那時候熱炒店 是開在台東最熱鬧的地方 就是鐵花村 那後來因為鐵花村那裡 算說重建 對 所以合約到期 我也沒辦法再續租 那時候我也在想 想說那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然後後來才開了一間店 叫大眾無肉飯這樣 所以你現在是在做滷肉飯 對 真的賣滷肉飯 可是滷肉飯很多家耶 你如何突破出一條新的路 其實這個問題 那時候在要做之前有想 其實我應該是很坦白的說 只要敢出來外面做生意的 每個人對自己的產品都有信心 那我也沒有說 不敢說我們的商品是很好吃 或者是怎樣 但是 你一定要很敢說啊 你如果說我們餐 沒有 我們敢做 但是我們不敢說 你不敢說 你不敢說出來 大家都知道 你不說我們 要怎麼 你會存在 好吃 但是 但是我應該算說是 因為老肉飯是我的最愛 真的 愛的 對啊 最愛 你有機會 如果你們都來台湯的時候才來 要不是說你的飯是QQ的 還是 怎樣 QQ的 有什麼的 有什麼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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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不跟妳說 整鍋給妳都可以 我要 什麼啦 就是那個 回收客辦 你看他都聽得懂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不歸是 賠你十年對不對 是 夏大大三年 我們現在是 收入大概多少 營業額 營業額 等一下國順雨就找我了 可是大家都講啊 大家都講啊 沒有啦 其實 其實台東 你還怕國稅局都已經坐過牢了 沒有 那不一樣的事 沒有 其實台東不好做生意 因為常住人口數 應該差不多在八萬而已 所以現在還是在台東嗎 我現在還是在台東 對 你台東媳婦啊 我知道啊 嗯 你講我下次去啊 真的嗎 所以是現在 現在 營業額 就是反正日子可以過啦 對 謙虛了啦 不要說 那你為什麼沒有在迷金香鏈啊 迷金香鏈 因為你們 就是同類型啊 為什麼他們那麼愛戴金香鏈 我沒有啊 喜歡的東西不同嘛 你也好像比較潮喔 我沒有比較潮喔 你是比較潮流派對不對 好 你看到他這樣會不會覺得說 有點太慫啊 我也很想跟他一樣 你也想要跟他一樣 沒有啊 開玩笑 你要不要借帶 你讓他借帶一下啊 借帶 不用不用 你要不要感受一下那個重量 很重喔 你看就知道怎麼會重啊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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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是怎麼做 沒有 你看這叫很重啊 對啊 厲害角色喔 現在 現在有家庭了吧 現在有 老婆也在現場嗎 有啊 那個長得很像藝人那個 長得很像藝人 你說很漂亮是不是 很漂亮 還是說綠豆藝人的藝人 真的很漂亮啊老婆 所以你也是怕他嗎 我怕他的原因是 因為我錢都沒有阿曼哥嗎 啊 OK 錢給老婆管 人生才會順利 謝謝 歡迎你喔 大眾 趙哥 趙哥 阿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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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玉琳 阿曼哥 阿曼哥 對 林志玲 黃麗醒 阿曼哥 阿曼哥 我先為 然後我是為你設計的 一個人 來 我會聽得出來嗎 聽得出來 而且是都是你喜歡的東西 真的 現代 趙哥 這是什麼 你 Dennis 林志玲 黃麗醒 卡勇哥 卡勇哥 這是誰 來 這是趙哥 趙哥 趙哥在 阿曼哥 卡勇哥 卡勇哥 怎麼有聲音啊 這是東西太酷了 神玉琳 來 玉琳哥 來 這是什麼 很辛苦 凡哥 對 對 對 凡哥 是 好心 大拳 好心 這誰 這誰 知道嗎 妳知道嗎 蔡頭柯 這是 妳知道嗎 我怕她是笑的 妳知道嗎 誰啊 誰啊 這什麼 好長喔 不要 不要沒耐心 好 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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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還有 你 最好妳看出什麼端倪呢 我看出來了 這是十年來康熙裡面 你所有模仿過的角色 對不對 對 真的是 這個表演叫做 就像黑字姐講的 就是在康熙裡面 所有的角色 你吃到麥克風了哪 所有的角色她都提供養分給我 然後我都記得 這些角色 然後這個表演 講真的 我看完真的覺得 但是 但是我必須要講 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完全看得出來 漢典的用心 對 真的 因為她竟然把她所有的角色 都編排在一個 現代舞裡面 對 對 我剛剛看的時候 幾度有一點就是覺得說 想到康熙那快樂的時光 真的 我幾度有一點點想哭 你如果再少我兩巴掌 我就哭了 那是痛哭吧 而且我做不到 不知道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這段表演就是 讓我充滿了 回憶跟感動 那就是 會不會也要有嗎 能感動之後也要有嗎 沒有 我就是誠摯的 謝謝漢典 謝謝 先不要急著謝謝 謝謝你 不是 我真的很感謝你為我做這一切 我真的第一次在節目中 第一次在節目中 看到一個表演讓我想哭